哈囉大家好,我是KIMIJIA 那這一集就是要來玩看配角拆日劇的第二集 YES 因為上次迴響非常的大 嗯?好像沒有 當純只是自己想玩 那我們就開始囉 Go Are you ready? Go 這是北村大叔吧 看樣子是 來看一下本名 對,北村一輝 角色介紹 喔!搜查總部 搜查總部那就是警察嘛 因為正棒 那應該是天國與地獄 基本上有點瞧不起那個 女主角 女主角是那個林奈瑤 林奈瑤演的 對,天國與地獄 這一部很好看 這部是警察跟殺人魔 然後交換靈魂 他是在講交換靈魂的故事 然後過程中就會蠻好笑 這一部也很能看出他們兩位主角的演技啦 那角色換了 然後性別也換了 所以我覺得我在看這部都會覺得高橋醫生超可愛的 因為他是要演女神嘛 女神的靈魂 所以就很可愛 這個有點難喔 可是有點印象耶 很像是那個 張九王五嗎 哇,這真的有蠻強烈的結婚欲望 因為那個場景有一點像 不覺得很像那個補習般的場景嗎 看起來啦 我猜是張九王五 張九王五是我們平常講的 那個劇名是張五王九 是耶是耶 唉唷,可以啊 這部也很好看 這是我難得看得下去的愛情一句 這個我好像知道喔 這個好像是有喜歡的人喔 好像是 因為他有三兄弟嘛 然後他好像是最小的弟弟 野村周平的 對對對 第三個弟弟 對啦 那是 是有喜歡的人 這部也很好看耶 他也是我難得看得下去的愛情劇 三騎嫌人 然後女主角是痛苦美麗 然後反而不是這兩個假戲人作 而是另外兩位 假戲人作還結婚了 我覺得他們兩個很配 喔 我想一下 應該是 應該是Unnatural 不知道看一下 我要貼這一下 菜鳥一大聲 對啊 解剖紀錄 那他就是法醫嘛 在講法醫 女主角是那個 十元 那應該就是喔 對 是 這部也超好看的 這部就是要看他的鋪陳啊 他最後一集 你看到最後你會覺得 哇 他前面的鋪陳很厲害 感覺這一集 玩得比較快 感覺這一集 第五題了 嗯 我先 松田龍品 對 松田龍品 那 我猜 現在還沒看 我猜是 那個 四重咒 猜的猜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 是 看一下角色幾首 對 有小提琴手 那就是了 那就是四重手 他例如叫的是那個 松龍子啊 他這部也是那種 你必須要很認真的去看 然後去細細品嘗他的劇情 還有他所有的台詞 的那一種劇 就是比較不適合喜歡 嗯 喜歡那種高潮疊起的那種 但是這部也很好看 這部也很好看 四重手 他就是讓你心靈成長 那主要我 認識高橋一生 是在這部劇 但是我 並不是因為這部劇喜歡他的 那我喜歡他就是 我第一集有出現過的那一部 我們是由奇蹟構成的那一部 反正這一部 比較我也不知道 就沒有get到 高橋一生 但是他演技也很好啦 不是說他演技不好 來 下一個 喔 這很簡單啦 這個我不用看 這輪到你了啊 而且我覺得他其實很可愛耶 雖然他有點瘋癲瘋癲 然後喜歡 有另一半的男生 他都很喜歡去搶別人的男朋友 但是我覺得他其實蠻可愛的 耐續 耐續 因為他角色介紹這麼少喔 單身有七十菜 聖物 公司 住在3104 這個明顯就是輪到你了 幹業 輪到你了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結尾不好的神劇 我覺得 是啊 喔 終於出現一個我覺得有困難的喔 喔 這個蠻難的喔 完蛋了 沒什麼印象耶 男主角的學姐 男主角的學姐 職業 介紹公司社長 暗雲 老闆夫妻的親戚也是男主衝擊的人 男主角的學姐 男主角的學姐 有學姐 暗雲 暗雲是什麼 他以為是冥王吧 好像是冥王喔 感覺啦 可是他的臉真的我怎麼沒有任何印象 真的是冥王耶 可是我真的沒印象耶 完蛋了 是不是該重看 這一部很好看耶 他這一部是大家都很推 然後我那時候不知道有什麼劇 可是只要人家說你有什麼推薦人之劇的話 大部分都會看到這個 就是他的冥王這部劇的出場率很高啦 就是被人家放到他的推薦名單裡 所以我就去看 也是在講交換靈魂的故事 交換靈魂其實很有趣 然後主要也是看說 兩位演技怎麼樣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一大樂趣的地方 啊這部那個高橋醫生也有演喔 他演那個秘書也是還蠻好笑的 他這部是輕鬆的啦 我覺得如果你不知道看什麼 然後你又不想要 思考了這麼多事情的話 你可以看這一部 我覺得這部劇也很好看 這個看起來很像陰暗的劇耶 啊 他很像那個 老師 對 喔對啊對啊 就是那個啊 就是三年A班吧 三年A班吧 對啊三年A班 這三年A班那個老師 來下一個 喔這簡單 這個 因為這個制服 就很簡單了 而且我覺得他們的制服真的還蠻好看的 紅黑配 又是我最喜歡的一樣的顏色 他這 這部就是那個 是那個 欸 紅賭之淵 是慢改的慢改的 恩 施力百花網學院學生會 他是後來很慘啊 對啊 後來很慘 這部就是看那個女主角 冰冰冰美波開外掛 超厲害的 紅賭之淵 恩 這個就是 戀愛可以持續到天長第九 我穿愛 我那時候看就覺得他很漂亮 嗯 護士嘛 對 沒了 這次也是玩很快耶 我覺得我這次 欸 我這次好像都對啦 可是也是會有那種 不知道 很陌生的 跟上次 上一集一樣 我上一集是 一題 沒有猜到 那我覺得這一次呢 相對的比上次還要 更容易一點 本甲烏微香 奇怪耶 他應該也是一個很長出現的角色 那我真的是把他忘記 還是我一直都是在 注意在看別的地方 完全沒任何影響耶 我剛才說艾雲是什麼 艾雲應該是 應該是一家店的名字吧 艾雲 好啦那今天這支影片呢 也是玩的 滿快的 12分鐘 然後 如果可以的話 還是希望有第三集啦 我一定要好好努力 繼續的 看 新的日劇 啊不然就是 會出一些 同個劇的 但是 像剛剛 3年A8那一集 上第一集也有出過 就是慢慢的再繼續看 別的日劇吧 不知道有沒有那個時間啊 現在好像蠻寫的 呵呵呵 OK 那今天影片都自己結束囉 喜歡的話 按讚 訂閱 訂閱在這裡 訂閱 分享 希望大家明天有個還美好的一天 掰掰 啊對 希望世界和平 希望世界和平